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点描述 我们的标题 我们的产品描述这一块 它基本上所有的卖家 基本上它其实写的一些内容 其实都大同小异了 所以我们再说第二点 这个站内规则完善也就是这个原因 那第三个点 没有用户数据又是指什么呢 没有用户数据的话其实就是当你在做这个亚马逊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在后台的时候出现的一些订单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获取到这个买家它的一个私人的邮箱 所以我们才说第三个没有办法获取到亚马逊买家账号的一个私人邮箱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说为什么要做这个站外引流这三个点的原因了 那我们接下来了解另一个知识点 站外引流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站外引流它的作用是什么 第一点 提高我们的销量排名 第二个点 推广这个关键词 尤其是这个大词 如果你是在一个热门的行业的话 它的一个主关键词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如果做了一个站外引流的话 它对于推广这个主词还是很有大的一个作用的 那第三个点是清仓 其实就是当你发现你在某一个时段 尤其是这些季节性的产品 那你会有一个过了 比如说我们卖这个潜水服对不对 那它可能是夏季这一块比较适用 那你刚好这一季夏季这个时间段 也就是四月份到六月份这个时间段 如果你这个潜水服没卖出去 那可能会有一个长期的一个积压库存的现象 所以我们学习这个站外引流的话 它可以在一定的基础上帮你做到一个清仓的作用 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的积累客户数据 就前面我们说没有这个用户数据的情况下 你做了站外引流的话 你是可以积累到一定的一个测评的资源 那我们继续讲接下来的一个知识点 这个知识点是讲说listing的权重主要包括什么 为什么要讲这一个呢 其实就是告诉大家先理清一个 如果你接下来要做这个亚马逊这一块 那你要先了解一下它的权重到底包括什么东西 那你接下来就会知道 我们做这个站外引流 它能够在listing权重这一块能够改变什么东西 我们先来看它主要包括什么东西 第一个点是这个文案 文案描述也就是你的五点标题 justing这一块 它的一个权重 也就是我们这里写了一个关键词布局 其实你在写整个的一个文案的搭建的情况下 主要的话还是一个埋词的作用 那第二个是产品的销量 这个应该都很容易理解了 第三个这个转化率这一块 这里要注意一下转化率这一块 我们主要看的是这个 在站外引流这一块主要看的是一个自然的转化率 那这旁边我们括号里面也写明了 转化率怎么算呢 就是订单除以这个自然流量 那自然流量这一块到底怎么看呢 我们切换一个镜头来这边看一下 我们登录这个买家账号 比如说我们这里是登录了一个卖家账号的一个后台 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看这个转化率在哪个位置看呢 这个部分有一个数据报告 我们点击业务报告 这个部分你主要获取的数据也就是看 我们这一边的一个自然转化率怎么看 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 此商品详情页面上的一个销售量与访问量 那我们这里可以获取到的信息主要 我们要来研究什么呢 第一个是这个部分的一个买家访问次数 跟这个百分比 第二个部分也就是了解一下这个浏览 跟这个购买按钮的一个赢得率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订单 商品数量的一个转化率 这个部分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注意一下在这个路径 数据报告业务报告 点击到我们的纸商品详情页面上 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转化率 那转化率如果你是做账号引流这一块的话 我建议大家你的转化率要达到10%以上 如果没有达到10%以上的话 你这一步要先做的是一个文案上面的一个优化 那你优化完之后再来做一个账外引流 主要的话就是分析一下 如果是这个买家 买家这一块一个访问次数流量不够了的情况下 那你就要做一个账外的一个理由 那如果是订单出现了问题 那我们在账外这一块主要的话 还是做一个销量上面的一个提升 所以你在看这个订单的一个转化率的情况下 你主要的话目的还是看一下自己的一个转化率 有没有达到10%以上 那如果有的话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专门跳到账外引流这一块 那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转化率没有达到10%的情况下 那我建议你第一步先把你的文案优化好 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三个和第四个 第四个是这个浏览率 刚刚在我们前面镜头切换的一个业务报告这一块 它里面的一个浏览率已经提到了 那浏览率这一块怎么理解呢 其实就是当你在前台搜索某一个关键词的时候 它在这个你的产品界面这一块 你的产品链接这一个地方 它有没有做一个停留 也就是浏览你的标题 你的五点 你的图片 你的一个产品描述 你的review 你的QA这一块 它有没有做一个适当的停留 这个浏览率是近年来亚马逊重点加权的一个地方 那最后一个是这个问答 价格反馈 也就是我们的QA review 跟这个feedback 那这几个 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一个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了解了这个listing的权重 主要包括什么东西 你会发现 如果你的文案优化好了 你在做站内的一个CPC 包括这个促销活动这一块 你已经做得比较熟练的情况下 那你转移到账外引流这一块 它能够改变的是什么呢 譬如我们的产品销量 产品销量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清仓这一块 那第二个是你在转化率这一块 因为你要先了解一下转化率 它主要包括什么东西呢 一个是你的广告的转化率 一个是你的自然转化率 广告引来的流量 它是不等同于我们后台的一个自然的转化 自然的一个流量 那这一个主要的话 你在学习这个站外引流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 当你发现站内的流量 已经是基本上比较持平的一个状态下 那你可能就需要转移到站外 去引流一个部分的 去改善这一个转化率的问题 那下面这几个刚才也提到了 我们这里就不计细说了 那么接下来下一个自制点 也就是当你了解完整一个listing的权重 包括什么东西之后呢 我们就要正式的了解一下 如果你接下来要做这个站外引流 它会经历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 比如说第一个是你学习了这几个 站外推广的方式之后 你会在一些站外推广的一些平台上面 你会去发布某一个产品的链接 可能你会发布一些内容 是关于产品的一些东西 那你肯定在发布的一些平台上面 你会吸引到一些客户 那吸引到这些客户的时候 他需要通过一个中间页的形式 去跳转到你的产品页面 最后进行一个下单 最后才会有一个排名的上升 那这个是站外引流这一块运行原理的一个流程图 那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中间页的部分 那中间页呢 这里我给大家列了四个连接 第一个是这个亚马逊联盟 它的作用是这个赚取佣金 第二个是独立站 它主要是在产品说明书这一块的一个作用比较大 第三个是权威链接 也就是类目排名这一块的一个上升 第四个是这个买链跟超链 主要的话就是推这个关键词的排名 那接下来我们一个个细讲 第一个是这个亚马逊联盟 它的一个注册条件 你要注意一下是买家账号 亚马逊的买家账号身份去注册的 那建议大家最好是独立于卖家账号这一块的一个信息 包括邮箱 包括手机号 那为什么呢 也就是为了避免 如果你是多账号的一个操作的话 会有一个光源的风险 那如果你是单店铺的 如果只是频繁的去推自己店铺的产品的话 会有一个刷单风险的存在 所以要注意一下 那另一个条件是你要拥有个人的一个独立站 或者你的博客 或者你的社交账号 那社交账号是指什么呢 你的Facebook Twitter Inst这一块啊 那它的一个获取 主要的话就是4%的一个佣金 那它运行的这个佣金是怎么原理 是什么呢 那我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通过注册成功这个亚马逊联盟之后 你比如说想自己的店铺是卖这个鼠标的 我们想推广鼠标这一个产品 那你推广到账号的一些平台之后 会有买家点击你这个鼠标的一个产品链接 那它点进来之后呢 可能最后买的不是这个鼠标 可能买的是一个苹果的手机壳 那如果它买的是这个苹果的手机壳 你同样可以获得4%的一个佣金 其实它这个理解起来的意思就是 只要有客户通过点击你的产品链接 最终不管它购买的是哪一款产品 只要有成交 它就可以获得这个最终成交的这个产品 佣金的4%了 就是这个意思 那接下来我们注册一下这个亚马逊柠檬 那这个部分 比如说我们进了第一个步骤 那就是这个部分会有一个地址 那地址的话你其实可以看到 这里有要填的东西有很多 对不对 那你可以默认是这一个地址 那你要注意填写的是 这里的黑 黑年也就是你的用户名 那你就要注意了 这个部分是要性在前名在后 那下面这个部分你要注意的是 这个部分你一定要先选择China 也就是国家 你要先选择China之后 你才可以填写上面的部分信息 比如说填写China之后 你在这个部分比如说深圳 然后填写深圳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可以填写 那像我们这个部分 这里其实我已经填写完了 那要注意的话 这里有一个手机号码 手机号码这个不是我个人 私人的一个手机号码 是随意填写的 不要半夜12点还在打电话给我 所以注意一下这个电话 是我随机填写的一个电话号码 那到这里其实就是你这个地址 地址要我们再强调一遍 就是填写这个汉语拼音的地址 那下面的一个手机号码最好不要填写你把人的手机号码 那我们点击下一步 这个时候要填写的这个部分 一个你的社交网站这一块 比如说我们填写的是一个网站 那你要注意的是填写你个人的一个独立站的一个网站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以这个Facebook为例 那你首先要点击的是头像 点击头像之后 这里会生成一个专属于你个人账号的一个链接 那你就把这个链接复制 粘贴到这个部分 点击添加 我们再试一遍啊 可能系统有点问题 我们再重新试一遍 这个部分它的一个 估计这个位置有一个乱码 我们再复制一遍 那现在这样子是注册成功了 注册成功之后你点击 这个部分啊 先提一下 这个部分有一个mobile app 这个部分你可以不用管它 然后我们下一步 下一步的时候会跳出一个链接 这个是问 我这个网站是公司三岁以下 儿童开放的吗 你点击动 下一步 下一步的一个填写呢 主要的话也是这个 要么是你们主要的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会有一个store id 那你要填写的 比如说 yoyo 那我的名字 那这个为什么要填这个呢 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课件 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页 这个部分会有一个方空 宽空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就是你到时候填写的一个 id 方便你自己去做一个追踪 那这个也是亚马逊 依据这个 id 然后来证明你这个产品链接的有限 最后再把这个佣金给到你 那我们下一个步骤 这个部分是问你这个网站主要是做什么的呢 那么可以 以shell good grow 大 为例 那填写这个之后下一个步骤 下一个步骤是 这个是你接下来这个网站它的一个topic 也就是它的有主题 那你可以选择社交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是问这个网站你会怎么去引流呢 你会接下来会在哪几个类目去推广这些产品呢 那你可以选择以你实际情况去选择你到底是哪几个类目 那接下来一个是你这个网站的一个类型 类型的话你就选择博客 如果你这个网站是有一个购物网站的话 或者独立站的话 独立站就选择这个 那一些购物网站或者折扣网站的话 就选择第一跟第三的这个 那接下来另一个选择是traffic 也就是我这个网站的一个流量是怎么去引流的呢 你可以按你实际情况是通过email 也就是邮箱还是社交还是seo还是博客这一块 还是论坛去推广 那你要按你实际情况去填 那下一个步骤呢 下一个步骤你看到income income也就是收入的意思 那你要填写的是最后一个 就是亚马逊联盟是我唯一的一个收入来源 接下来一个步骤 你会怎么去创建这个链接 那你就选择html编辑器 你可以看到我们客县这个部分 这个页的PPT 这个位置有一个html 所以你要在选择编辑器的时候 创建链接的时候就选择html编辑器就可以了 那下面一个步骤是promise most most也就是每个月 你每个月的一个visitors也就是访问者 访问数量有多少呢 你可以选择至少的一个就是less than five hundred 那下一个步骤是你加入这个网站的原因 reason也就是原因的意思 第一个是get rich也就是丰富我的网站 第二个是two months也就是two montes也就是赚钱的意思 赢利的意思 那你可以按你的一个情况来选择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你在哪个地方听到我们这个网站的呢 你可以选择在亚马逊官网上面听到的 那接下来一个步骤我们输入一下验证码 然后点击下一步 到这一个步骤其实你基本上已经填写完了 那接下来这个步骤也就是 你要输入你的一个手机号码 那点击call me now的时候呢 它这个位置的一个空白这个地方 它会出现一个PIM PIM码也就是验证码 你要注意听一下 它在这个打电话过来的时候会念一串数字 那你要注意把这个数字写好之后 填写到下面的一个方框的位置 当你在这一个步骤你填写完之后 那你会在你的邮箱会收取到 亚马逊的一个邮箱发布给你说 你注册这个亚马逊联盟成功了 成功之后呢 它就会在下面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会告诉你说你的ID ID是什么 那你知道这个ID之后呢 你还要做最后一个步骤 比如我们前面这个位置 如果你在这个手机验证成功之后 这里会生成一个ID 那我们看完这个ID之后 最后一个步骤 要填写这个收款方式 那第一种是这个亚马逊的礼品卡 礼品卡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是 一个超市的一个购物券 或者一些商店的一个贷金券 比如说它是50美金的一个礼品卡 那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虚拟的信用卡 那如果你或选择的是这个礼品卡 那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 盈利呢 那比如说你可以 第一种方式 你可以把这个礼品卡 拿去给这个测评人 让他去做这个测评 那第二种是 你可以把这个礼品卡 在我们国内的一个淘宝 天猫 这些电商的一些平台上面 你去搜索亚马逊礼品卡 那上面你去私聊这个客服 他会把这个礼品卡卖给他 他会愿意去收购你这个礼品卡 那第二种是 用银行卡直接接受 指线美国其实每个地方 每个国家都有的 这里只是以美国为例 那你注意一下 不要填写你卖家账号 一个批卡或者拼碰 你可以用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你的三姑六婆去注册这个PayPal 就直接可以绑定了 第三个是通过支票 那支票的话 你要注意一下 你前面填写的一个地址 记得一定要用汉语拼音 如果你填写的是 外国的一个 一个这个 比如说我们说街道 你写成street的话 比如说建筑你写成building的话 那在这个支票寄到我们国内的时候 快递员可能是没办法看懂你这个地址的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用汉语拼音 那这个地方你可以选择支票 支票的话就要注意一下 是要100美金以上 它才会寄到我们国内来 那当你整个的一个流程 我们到这一步其实都已经注册完了 注册完之后呢 我们需要创建 也就是登录这个亚马逊联盟的一个账号 如果你要去创建这个链接 那我们会进入这样的一个页面 你在搜索框这个位置 搜索对应产品的一个产品链接 或者ASM ASM你可以输入 比如说我们输入了某一个ASM之后 会进入这样一个页面 那你把这个ASM也就是这个产品 那你对应的这个产品点击getlink 获取链接之后 你就会生成一个对应的这个产品的一个链接 那这个部分 你就可以把这个链接去分享到一些站外的平台上 去通过让买家去点击这个链接 促成交易之后 你去赚取这个佣金 那这个是目前很多一些大卖家 包括安可奥基这些大的牌子里面 他们都会去通过亚马逊联盟 在自己的独立站放置这个亚马逊联盟链接 然后去让消费者点击去获取 额外的一个拥挤 那这个部分是亚马逊联盟的 我们讲的中间页的第一个部分 亚马逊联盟 那我们接下来讲另一个部分 第二个独立站的一个链接 那独立站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独立站是指英文官网 也就是英文域名的一个品牌官网 它的作用是过滤掉这个无效的一个流量 它是怎么样一个表现形式呢 我们比如说搜索 或者我们直接找澳机的一个官网吧 在这个浏览期可能没办法搜到 那我们选择这个澳机的这个官网 点击 你进到这个澳机的这个官网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独立站 那你要怎么通过独立站去做站外引流呢 比如说我们点击某一款产品 那你就可以看到 它这个产品的部分 它会有一个 Buy on亚马逊 比如说在亚马逊上面去购买 这里会分站点 美国站 它这里是指给美国站 那我们先点击看一下它这一个怎么去运行的 你看 在这个位置你去点击亚马逊 点击这个Buy on Amazon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跳到这个亚马逊联盟了 那如果你想把这个独立站去推广出去的话 怎么去推广呢 比如说我们点击它的一个官网 那我们搜索一个二维码生成器 你可以接少这个草料的二维码生成器 你可以直接百度搜索这一个 那我们对应的把这个链接复制 复制完你选择网址这一块 点击网址 然后把这个独立站 这个部分把它生成一个二维码 那生成二维码它的一个作用 我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你把这个二维码 我们在镜头这个桌面这个位置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创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二维码 那你会放置到你一个产品的说明书上面去 那你放到产品说明书 消费者会购买你这个产品对不对 那你把这个产品说明书 消费者收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会扫这个二维码 那他扫完二维码会进到你的官网 那刚好就可以看到你其他的类目上面 一些新品上面的其他的产品 那这样的话一个部分是可以帮你推新品 另一个部分我们客间这里也讲到提高转化率 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假设有20个买家进来了这个官网 那他可能搜索了某一款产品 他看到了某一款产品觉得不错 他会点击跳到亚马逊上面购买 那如果他没兴趣的话 他会直接就不点击到亚马逊的一个页面上面 那你在这个中间的过程 就可以过滤掉一些无效的一些流量 比如说20个流量进来 那只有10个人去跳到亚马逊链接的话 你会发现他的一个转化率是有区别的 如果20个人进来只成交了一个单子 跟10个人跳到亚马逊也成交了一个单子 你可以去回顾像我们前面讲的订单的一个 转化率的一个算法订单出于自然流量 那你会看到进来的一个自然流量是10个 那订单是一个 那你1比10跟1比20哪一个大呢 其实就1比10大 所以在独立站这一块的话 你可以做到一个提高转化率的一个作用 那你要注意一下 生成的这个二维码 最后还是要把它放到你一个产品说明书这一块 那我们接着讲另外的一个知识点 第三个链接 权威链接 我们前面也讲了它是一个类目排名的一个链接 那我们假设以这个产品为例 你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权威链接 这个部分有一个UTF&QID 其实就跟刚刚我们注册亚马逊联盟一个道理 也就是它会有每一个产品都有它独特的专属的一个产品链接 这个部分就是 那我们现在复制一下这个链接 在我们的找一个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打开 比如进入这样的一个页面 那其实到ASMA这一个部分 也就是其实就是这个部分 如果你到ASMA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它的一个所谓的权威链接 那如果你想找到这个产品 它系统自动生成的一个链接是怎么样的 我们点击右键找到检查 那会生成一个关于这个产品的一个所有的代码 那你要注意要按住键盘 键盘里的Ctrl加你的F 也就是查找的一个键 那你要搜索KのNICO 搜索这个单词之后呢 那你会看到这个位置 它有一个链接 那这个部分 这个链接也就是我们的权威链接了 那你可以看到 生成这样的一个链接 你注意看到这个位置 它是没有关键词的 所以你通过权威链接的话 它可以直接跳到这个亚马逊的你的产品界面的话 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链接 只不过它没有办法 帮你做到把你的关键词提上去 那提到关键词 我们就要下一个链接了 也就是怎么去提高这个关键词的排名的一个链接 这个部分我们会介绍一个短链跟超链 它对应的工具是什么呢 比如第一个短链 我们看一下鼠标这个位置 它自动跳出了一个超链接的一个网址 也就是Italy这个网站 那超链又是什么呢 也就是子鸟 那我们接下来实操一遍 短链跟超链它是怎么去制作完成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进入这个亚马逊的前台 那我们搜索某一个产品 比如说我们搜索iPhone iPhone Ccase 我们搜索这样的一个关键词 那我们找到 假设你在找的过程中 你可能自己的产品可能不在前面 那也就是可能排到第十页后面 那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关键词做到前五页 那我们假设我们随意的跳转一个页面 比如说这个产品是你的 我们点击进来 那你对应的把上面的这个部分的链接 我们这个部分我们打开这个Bitly 然后粘贴 粘贴之后呢 它会自动的生成一个短链 那这个部分其实除了它有一个生关键词的作用 你可以看到如果你生成的是一个比较短的链接 那现在是移动端的时代 如果你是生成了一个比较短的链接 那你在跟这个客户沟通的时候 你发的这样的一个链接 那客户不会看到这么一长串的链接 他会认为 首先他占了你屏幕的20%左右的一个屏幕了 另外的话 一长串的一个链接的话 他会觉得这是一个有病毒的一个链接 所以你用Bitly的话 这样一个短的链接 加上有这个亚马逊的一个缩影 所以这个是可以提高这个消费者信任度 也就是让你这个网站可以有更多人去点击 那我们现在打开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那你可以看到 对比一下其实都是同一个页面 同一个页面的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部分主要的话就是生这个关键词 那如果你在推这个关键词的时候 消费者通过这个短链 进到了这样一个页面 你要提醒他 首先要先做一个浏览 也就是观看你的图片 你的五点 再拉到下面 看一下我们的 review我们的QA的部分 稍微做一个几秒的停留之后 再点击一个架构 这个才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操作 那这个是短链的部分 我们再下一个 子鸟 子鸟的话 这个其实这里我已经登录了 那我们同样的来操作一遍这个子鸟 子鸟的话 点击功能大全 然后点击 super url 点击完之后呢 你在这个部分的位置 你可以点击创建 创建 然后把这个产品的链接 我们同样复制过来 点击获取 那这个部分它会自动帮你获取 只是子鸟的区别是 你必须要在 这个地方去输入 你的关键词 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要推的是这个 iPhone7 case 对不对 那么如果不想要 不想要推这个关键词呢 那我们可以换一个 比如说 软壳的一个关键词 也就是 我们换一个关键词 也就是soft 假设我们换成soft iPhone7 case的话 那是不是 一样也可以呢 我们点击生成 然后 这个位置 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链接 这里同样也会有一个比较短的一个链接 其实短链跟超链都同一个概念 我们把它复制 我们来粘贴一下 看一下对比的一下效果 你可以看到这个关键词 也就是我们刚刚输入的一个关键词 如果你输入的是这样的一个关键词 那它到时候生成的关键词 也就是你前面我们要提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词了 所以 纸鸟跟这个bity它的一个作用也就是 在帮你推这个关键词的一个作用 是很明显的 比如你想推这样的一个关键词 那 这个部分 也就是我们讲的 中间页 中间页的四个链接 我们回顾一下 这四个链接 第一个是这个亚马逊联盟 第二个是独立站 第三个是权威链接 第四个是关键词排名 那这几个怎么运用呢 你首先可以理解成 在独立站这一块 我们可以放置我们的亚马逊联盟的一个链接 那 如果你是在新品期的话 我建议大家 先用这个权威链接去做一个推广 那 关键词排名这一块的话 你主要的话就要 做一个 如果你的关键词 稍微排得靠前一点的话 建议大家 在短时间内 做短链跟超链这一块 去推这个关键词 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作用的 这一节的我们主要学习的是 中间页它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下面 会再继续讲述 接下来 我们真正用到的 帐外推广这一块 到底有哪几个方面呢 我们下一节再继续讲 请不吝点赞 马